它有一些瓶刷技巧 然后油画的一些绘画方式 然后在这一幅画做的一些立体感 当然颜料部分的话 它有包含了压克力涂料 烤漆涂料 面对个人的绘画作品 吕国喜侃侃而谈 眼神当中流露着无比的自信 从小在花莲出身长大 吕国喜认为 环境造就了她的创作风格 作品才能够如此的多元 不受局限 我们就是长期就是生活在这种 比较大山大海的地方 所以就是在画作呈现方面 是比较宽广的 就是看到的东西 视野都是比较宽广 而不不局限 不会局限在小地方 去做这些装作 比如我们的海 我们的天空就是这么的蓝 对就是颜色就是这么漂亮 所以就是跟其他地方的感受都是不同 对它的颜色里面啊 就是常常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灰色系 还有就是黑色的颜色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它在创作的当下 应该也反映了它自己个人的情绪跟想法 除了绘画 吕国喜更将作品延伸到车体工艺 在顶级的自行车重型机车或是汽车的车体上烹绘创作 设计的作品在国内外都曾经获得大奖肯定 那我们的表现只是换了一个产品而已 只是换一个东西 那其实绘画的技巧方式其实都是大同小于 对那当然在汽车跟重型机车上的一些创作 还有涂料的使用 当然跟绘画是不一样 因为它还有包含太多的工艺的技术在上面 除了工作之外 吕国喜也热爱户外的冲浪运动 冲浪版理所当然也就成了它的创作媒介 这次在花莲故乡开展 透过了互动式的群体创作 希望能够改变大家对艺术创作的思维 激发出更多在地创作的灵感 人间新闻后面乔在花莲的采访报道